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素炆蜆瓜 洗干净 有人用鱼捉它 我认为不需要 用手搓一下就可以了 先把蜆瓜切好 头尾切好 这种蜆瓜用滚刀切 切成一块一块 开水浸浸 蜆瓜很容易黑 蜆瓜的水浸在面上 加一盒棉 拌一下 然后加点醋 少许可以 醋可以令到颜色保持更好 切了辣椒 用清水洗脱纸和浪 这种辣椒不是辣 这种辣椒是微辣 我们需要辣椒的味 辣椒的味 和颜色 今晚的配料 主要是辣豆酱 和少许牛角椒 葱和蒜 就这么简单 煮出来就很惹味了 煮出来 在炒饭之前 调一个芡汁 一个薄芡 一盒的生粉 半盒的白糖 一茶匙的生抽 放一茶匙的蚝油 放入水 放入水 多一点 把茄瓜浸完 洗一下 茄瓜是不黑的 浸过 这样煮的时候 容易淋 容易入味 炸锅热 热一下锅 锅热之后 放入油 先爆香蒜头和葱 不需要太多油 就这样爆香 茄瓜是不需要炒的 少许少油 是炒不漂亮的 是黑色的 做到的 稍微放多些汁水 让它滚起来 放下去 快速炒两下 就盖盖煮 煮 盖盖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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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煮 盖煮 盖煮4分钟 盖煮 盖煮 搅拌均匀 如果不放酱汁 要加鸡鱼 这个做法是比较软的 如果大家喜欢不太软的 可以缩短时间 比较软滑的 这就是素炆茄瓜 有兴趣不妨试一下